又吸汗喔 那如果說你要穿著棒球裝 或者是單元穿著它 也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但是不要忘記了 只有500件 重操就業購物台主持人 正式為賣起麥菜狼T恤 有模有樣 即興發揮也難不倒塌 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沒有一件商品銷售出去 甚至於你銷售出去了 還被人家退貨 我相信那種感覺 我們都是嘗過的 我們會從挫折當中學習 從主持人轉站政壇 落選市議員 歷經低潮也不退縮 在國菜公司任職三年半 這回由韓國瑜勸禁強攻國會 更喊出麥菜狼T恤麥菜狼口號 韓國瑜市場過去 也是我們新北市中和地區的子弟 他也是雲林的女婿 三重雲林人很多 三子首度在北台灣合體 除了一起煎荷包蛋 可愛胖卡攤販也將集結新北 隨著韓流北上 真正的韓流也報導 現場加發超萌豬暖暖包 還有沒有開賣 就掀起話題的國瑜飯糰 勢必搶手而力挺韓國瑜的 荒謬大師也來了 這四個字你選一個 三 好 來 這四個字裡面只有這個三 機會比較高點到為止 OK 好 這樣可以吧 好不好 我這個人回答問題 就比較直一點 我好怕你選會不會三個 號稱臨危不亂 組合效果十足 當場側字 側出好兆頭 更對于天喊話 會不會怕得罪于天啊 于天也是我們金鐘的長輩 這個等於是臺灣雙狼 那這個狼裡面一定藏著龍 臥斧 藏龍 藏龍 臥斧就是狼 就是 這是不是暗喻說即將有那個 生命天子即將誕生 三人聊開話題也圍繞2020 但立委補選被視為前哨戰 就希望三重麥菜狼有韓流北上加持 也能覆制經驗再次翻轉綠地 記者楊格 魏文軒 新美食報導